咱们看啊 刚才好多球友说 收币出现问题 咱们先来说这个收币的问题 我们有几个收币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第一个 推 第二个收币过程中多 多了 第三个收不到位 第四个收的过程中 角度不对 我学的像不像 这几点是不是我们即使没有 大家身边也有一些这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正手弓球会推 是因为我们过度的想去向前迎 所以我们会导致这个正手弓去推 你看正面看还好 正面看有点看不出来 但是侧面看就会看到非常的明显 它也不拉走 就是从引拍位置往前推 那为什么会形成推呢 是因为你的前臂从引拍到出球的时候 它没有形成收币动作 那正手弓球为什么叫收币 为什么叫收币呢 它为什么要收币 也是为了让你在发力的过程中 通过收币 能让你的力量收住 并且打住打实 那么如果我们推出去的球 跟这种收过来的球 就像我推人 我是这么推你疼 我还是这么推你疼 它肯定是由后向前 跟球有距离的这个球 打出去的劲儿大 而不是我贴上这个球 向前去推的力量大 所以我们正手 如果你发现你是推球了 因为你在击球这一下 没有进行收币动作 看这个动作做的不明显 所以形成了推 来球以后引拍 然后出球 你看出球 臂啊 没有进行很好的弯曲收币动作 而是一二 一二 一二 转腰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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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自测一下 你是不是推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在出球以后啊 我们的前臂容易做得过多了 过多就是我说的 在打的过程中啊 大臂用的多了 所以你过多了啊 不是多就是少 多的话就代表在打的过程中 本身正手工球 大臂就是在原位置引拍 出球的高度也在原位置 你看一二 一二 一二 我们非得打的过程中 让它在这儿啊 让它向上了 所以你的动作才叫大 你动作幅度大呢 是因为你的大臂 在正手工球这项技术里面 本身就应该在我腰腹的位置高度 在打的过程中 及出球过程中 它始终保持着这个高度 并且在原位置 保持没有向左移动 没有向左移动 没有向上移动的这个幅度 但是我们把它增加了 所以正手工球动作向左和向上 这也是小韩多次在我们直播里面 反复强调的这个问题 如果发现自己的大臂做的多了 这块多数是因为 你动作大多数是因为你自己的大臂而造成的 稍稍的改掉一下这个毛病 第三个我们在收臂的过程中 我们动作这个不敢收臂 有的人说我在收的时候是碰 经常到这儿 感觉我碰过去就能 我动作稍微做一点点 我就能把球碰过去 我不用说非得收上来 收上来的意义是什么 收上来的意义是让你在发力的基础上 你能够让这个球既有质量 我还能把它打住 不失误 那你想想你碰 那以后你再想发力的这个阶段 你是不是能够发上力呢 是不是还得重新去改动作结构 所以基础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在基球之后 你出手把动作分成两节了 一 二 一 二 养成习惯把动作分成了两个节奏和两节 一 二 一 二 即使你改你也有停顿 这个动作在收的过程中 它是非常连续的 它是一个动作上来的 一 二 一 二 而不是一 二 一 二 你看这个收币过程中 我们容易出现 先往前推 然后再进行收币 先往前推 再进行的收币 我们这个收币动作 应该是一起带上来的 它没有一 二 而是一起带上来的 再进行收币 二 二 二